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新知》 今天星期如常,我们有很多科学生跟大家分享 但是第一件事,我们首先要多谢香港天文学会的理论天文组 就是一个35周年的研讨会 其实他们就邀请了我和陈旭文博士 但是陈旭文博士因为有事,所以就不能够出席 我也有去参与这个研讨会作为一个观众 那里面的教堂是相当之精彩的 我就是朱铭宗教授的演讲,我从头听到尾 另外一个就是我叛徒加入,就是讲这个太阳中微子 也是非常之精彩的 那这里首先多谢香港天文学会的理论天文组 邀请我们去参与作为一个观众 我想这个活动,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有这么正的活动 大家不可以去看,但是因为他们是属于 他们自己半公开的活动 因为他们大会场地所限 所以没办法去安排到一个公众的参与 所以他们都是招呼嘉宾和天文学会自己的会员去听 但是因为那些资料和整个活动本身不是什么闭不闭门的 只不过就是没有刻意去邀请公众而已 但是台长去了,你觉得收获丰富吗? 相当丰富的,因为大家知道了,我本科就不是读物理学的了 我只不过是看一些科普的书籍 但是里面的讲者,包括周明宗教授 他们是深入展出 所以我觉得我听得明白 特别是这次的研讨会 我觉得有一两个特色 我不知道我掌握是否准确 不可能那位朋友可以反映给我听 我觉得周明宗教授的研究在香港 在我们这个研究圈子里面 其实现在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有一定的热度在这里 而且那个热度最高的时候 是出现了在十年八年前 这个就是因为正正就是专名宗教授 他连同一班香港大学,科技大学的其他 一班物理学的一些专家 再连结了中国大陆 曾经在十年前左右 就出了一个很重要关于中微子研究发现的结果 从而令到在香港有一部分这些粒子和天文的这些研究 是可以得到甚至乎是有得到过那个 在欧洲那个箱的粒子加速器 他们整个研究机构去承认、认可他们的成果 那叫做怎样呢? 大家就会建立一个比较密切的联系 所以在这里来说 香港都叫做曾经在这些尖端重要的 关于尤其是中微子方面的研究是有一直之地 是啊,另外就要是释迹 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有其中一个环节 也讨论过哈勃的 哈勃Tension 我记得中文的翻译 咦,那很有趣 这次朱明宗教授也花了几长的篇幅去讲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之有 那时间非常合适的 因为如果正是没有这个准备 没有做过这个节目 当时你听可能有一些少少消化不良 但是刚刚你又上个星期说了 听着朱明宗教授讲的时候 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很明白 这个正确正硬了 大家都找现在当前最尖端的题目来去讲 科学新知就一定有留意 就是这些宇宙学最前缘的一些变化 还有现在我记得上个星期 我做节目的时候都讲了 就是现在正硬的就是那个宇宙学 是叫做相对 20年前曾经试过很热门 因为它摆上太空的望远镜 给到很漂亮的成果 然后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成果都出来 但是很多时候是叫做验证以前的成果 但是到了近年呢 随着那个叫James Webb这些望远镜呢 还有再有其他更多那些这样的观察印证呢 那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听回我们上个星期 就是讲的那些关于宇宙学那些 现在面对一个很重要的关头 这一个这样的题目 那当然了 就是朱明宗教授就小弟的 就是以前在中文大学求学时候的 就是最重要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位韓文之师啦 所以呢 就是我懂的东西呢 都是由他教来的啦 所以大家不约而同 会拿这样东西出来去做科普呢 我觉得是合理的 是啊 那我发觉这次都挺有趣的 因为后面有一位的朋友 就是听众的很厉害的 大概10歲左右 他們坐在那裡好像聽得真真有美 是吧?他們的會員應該帶著小朋友來的 不是 你小朋友坐不坐得那麼穩定 因為不會到處移動 教其他事情呢? 是啊 你不要說 我小弟我自己 一開始很有興趣聽宇宙學的 我8歲開始就有興趣 所以你說10歲就已經可以坐定聽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你是神童的 是不是? 我不算是 OK 不算了 我說一下整體東西 我想我們從這個節目開始 我上個星期去聽這個研導會 我覺得現在是進入了那個觀察的年代 這個意思是為什麼呢? 比如說在大概100年前 大家還有看這個Oppenheimer的 當時很多人想了很多理論出來 這個又相對論 這個又想 當時那個觀察還沒出得上 所以當時想了很多所謂的 speculation 我猜是怎樣的 我猜是怎樣的 到了大概幾十年之後 大家有很多這些驗證了 其中一個例子 那天也有港姐說的 涉及到李正道和楊真寧 她提出了那個 我記得是不是什麼? 是那個語稱手行的那個定律 parity conservation 接下來是吳建宏去做那個實驗的 那無論我們說 不是吳建宏是否應該拿這個諾貝爾獎 而是說 那時是理論先走的 接著就是驗證 那一直是要那個驗證的水平 那個實驗的水平一直提高到 去確認了這些所謂的 speculation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廣言相對論 但是到了近年 我想這三十年就不是了 三十年就是說 開始我們有很多的觀測的數據 回來給我們分析 比如上個星期你有講過很多 比如說 黑門望遠鏡的那個常數 比如James Graham 看下來 就反過來 令到我們原本有的理論 開始出現了一些的矛盾 或者是不能解釋的現象 那這個我自己補充 回到 在近代的 我不只是說天文物理學 二十世紀到二十世紀的科學 就是你實驗 現實觀察到的東西 領先於理論 經常會存在 很多現象有在 我們還未懂得解釋 因為已經有現象先了 但是呢 能夠以理論領先去預測這件事情 就相對比例上就不是那麼多的 那譬如以前去預測這個中微子的存在 是的 是預測出來的 或者是有些其他粒子細介片 有些其他你講的 預測上帝粒子的存在 那個希格斯波色子 那這都是由理論的預測 那這些是相對是 其實是少見一些的 這些是 很多時候就是我們有一個現象 然後解釋不了 然後大家就苦無頭緒了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次香港天文學會的理論天文組呢 在這次搞這個比較大型的研討會 請了很多專家和會員來去做這個慶祝呢 也都適逢真真正正在這個無論天文 或者是那個宇宙學裏面呢 再次是計這個二十世紀初之後呢 再次出現了一個呢 幾多考驗的關頭 就很多放在這裏的問題就還未得到解釋 所以我覺得就是引人入勝的地方就在這裏了 就是我不知道台長在他們那個場合裡 除了聽他們講的那些宇宙年齡的問題啊 剛才那個中微子的問題 我想都有很多其他專家都會提到 其他不同方面跟天文學有關的一些的前緣問題 例如我身邊的討論 我不過時 他們應該講超原理論啦 但是他講明了 裡面很多數學的 幸好沒有講而已 我是會覺得 我有一些 你會發覺 在這個原理論 這些叫strain theory那些 我們很久以前在神秘之夜有看 就是隨著這二十多年來 可以說他由九十年代是登上了其中一個 就是熱門的高峰 他的人氣一直就慢慢慢慢跌下來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給出來的那些東西就沒有什麼預測性 或者也都沒有實驗可以能夠暫時去證明得到 他有他提出的一些所謂實驗的方法 但是基本上那個實驗我們都沒有想過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會覺得 他沒有時間講或者不講 不是一件壞事來的 不是 剛才的意思是 我自己講不懂聽的 他有一個很完整的討論在那裡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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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講啦 有人會很專業的研究這件事 也都做研究得很好 有人也都很喜歡聽 但是我就是那些既沒有資質 也都興趣越來越少 所以我是不是太中 我反而是有少許避開這些東西的 是啊 那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這裡要讚一讚啦 就是本地的研究人員 包括教授很多人 這次大家都在這裡見到 他請女兒很厲害的人來的 我知道 是啊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以廣東話 作為一個溝通的語言去講這些 就是相當之前沿的宇宙學或理學的理論呢 事實上呢 我們看到我們有一定的成績在那裡 是啊 那我不知道台長你記不記得 除了我老師呀 朱明忠教授之外啦 其實另外還有幾位土生土長的學者 就是他們曾經去過外國留學 但是都在從事前沿的尖端的天文物理學的研究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 應該還有來自香港大學的 吳智勇教授啦 另外就有些都曾經跟我在其他地方拍檔過的 阿余開鋒博士啦 另外就有一位就是 也都是私從 尊明忠教授的 又是在我其他的節目裡 一起有拍檔過的陳文豪教授啦 他們都是在這個 尤其是理論的天文物理學 和一些數據分析那裡都有很獨特的貢獻 而且都是獨當一面 在不同的前沿的 比如說 如果尊明忠教授 他是在那個叫做宇宙學本身那裡 有貢獻過一些東西 另外粒子物理他也有他的貢獻 另外陳文豪教授呢 他就是在那個叫做宗微子的天文物理學那裡 有他的貢獻 另外以我記得吳智勇教授就是 他最新的 我暫時就沒有更新 但是以前我看到他做很多跟超新星有關的事情 他有做過 余開鋒博士 他就是關於那個高能量 加碼社線爆發的那些這樣的天文學分析 他是有做很多的 我是數不完的 但是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是想找一個比較願意做科普 但是講天文的人 我香港是有一幫質量非常高的專家在那裡 我最初想補充就是其實聽這些的講座或者研討會 大家不要有太大的心理障礙 其實你花一點點心機 花一點點去做一點點的自己的閱讀 其實這些不是太高難度的 我相信科普的工作其實就不是單止只是科學生資本身要做啦 其他的朋友如果你可以有這樣的時間有這樣的興趣 都應該在那個廣東話的科普方面是可以再百花齊放的 因爲事實上香港我覺得有頗多的人是對這方面有影響的 因爲我那天看都幾爆的 雖然你說現在不是開放的 但是那個差不多整個 整個講座是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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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聽這一類的有技術含量啦 但是大家又不要有心理障礙 就是很深啊我聽不明白 我覺得港者本身其實已經是用到相當之大的努力 和有很好的方法 令到作為一些韓國人都聽得明白究竟是港人 或者這要順便順帶一提啦 就算沒有我們這些科普節目都好啦 那你說還有沒有其他的途徑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去接觸這些這樣的氣象啊 天文這些東西呢 其實香港是有一堆這樣的學會的 那香港天文學會其實是很久的了 就是它的理論天文 是的理論天文做了30多年 它整個機構自己本身都是50年 那很多其他關於其他科學的 我自己未必太清楚 但是有些已經在行常運動的一些的 學會這樣的機構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主動去找一找 但是你問我呢 我會覺得現在幸福一點的就是你有科學生思廳 不用錢坐在家裡就這樣坐在那裡定期 你只需要按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個訂閱鍵 這樣你就一個星期有東西給給你 是不是 那我覺得就比我以前的幸福了 其實就 那你有理你那個年代的樂趣 那個年代很多東西可以發滾 現在我就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怎麼樣呢 很多東西已經都不輪到說 你去單打獨鬥你可以做 是是是是 我們以前我記得那時候 我70年代看黑洞已經很 就是微飛色舞了 那時候有中文書寫 我記得有那本書 有中文書寫已經很難得了 很難得的嘛 我為什麼八歲的時候會開始看 就是因為我媽媽買了那本天文書 那本天文書呢 主要是香港人出的 很少的 以前你想想八十年代 就是我幾歲的時候出的中文科譜 一定是台灣 只能是台灣 然後竟然是有香港人自己出的一本 所以那本書我存到現在 我記得以前我還曾經拿出來 show 給大家看是哪一本 1985年出過之後 香港你很難再找一幫專業的 有興趣的人 去真是出一本有水平的天文科譜書 是啊 但是我給你做的 我不是看台灣 我是看十萬個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現在最後就是detail很長 我想說的就是有兩個題目 我覺得現在看看有沒有這方面的朋友 應該出來做多一點的普及的講座 其一就是人工智能 第二個就是基因的工程 因為這兩個的題目 對我們未來這十年的生活上的影響 將會非常非常的大 那學術講座是會有很多的 但是你說如果要普及呢 就 我想熟的朋友我可以介紹到一些 是的 那我在這裡我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補充 但是我覺得是的 說的是向著二十一世紀的望就是 生命科學 人工智能 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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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算 另外還有是一個天文宇宙 那裡都會有很大的突破 這次我們可以結束 下一節就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是否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真的沒有配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 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 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